死狼 死狼 这怎么回事 秀妍 全酒店都炸了窝了 事情闹得可真够大的 你现在准备怎么办啊 我怎么办 你叫我怎么办 我要去告他 让他去坐牢 现在大家都以为你是 是干那个的 酒店会解雇你 什么 解雇我 那 现在整个酒店都这么传了 安静妍 酒店开会研究过了 你被开除了 到财务部里屋子吧 经理 经理 这怎么办呢 不关我的事啊 这么下错的事情你都做得出来 你可是天马集团的总经理 为了要跟我离婚 你居然可以不择手段 你说过 只要我跟那个女人在一起的话 你就会无条件跟我离婚 是吗 是 我是说过 可是你这么玩弄一个可怜的女人 难道你不想想后果吗 我觉得你的行为很卑鄙 很可耻 不用看我也知道 她的生活肯定很艰苦 那正好 从此以后 她的人生将会彻底的改变 我只是照你意思去做 从明天开始 她将会成为天马集团 总经理夫人 是要来真的 逗逗 喝点水 快点 好多饿 安秀妍 好 当然了 只要你在这份 离婚协议书上签字的话 那明天 我就马上跟她登记结婚 秦松平 你够狠的 这种事情你都做得出来 彼此彼此 你别忘了 你别忘了 秦松平 你够狠的 是你自己说的 只要我跟那个女人好 你就会无条件地跟我离婚 该结束了 我本来也不想做 离你离婚的事 签字 这么多 秦总 够大方的 只要你肯离开 我花点钱不算什么 难道我真的让你这么厌恶吗 秦总 我这儿也有一份嫌疑书 什么意思 我不相信你真的会跟那个女人在一起 如果你跟我离婚 不到一个星期就改娶方子一回来 我岂不是被你们两个给愚弄了 为什么那个女人就可以 方子一这不行 因为方子一 她不尊重我 你够狠 我跟你学的 如果你跟这个女人 生活不满三年 那天马集团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就是我 我好 我可以说 你也不说 我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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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的假的 好好考虑一下 一天时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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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记得我了吗 那天我开着银色的跑车 穿着西装 拿着领带 江大夫 其实那天我见到你 我太兴奋了 所以有点失败 我本人很困苦 你怎么在这里 我这艘游艇正在维修 所以我就过来看看 有空去船上坐一会儿吗 好啊 请 请 中文字幕——YK 昨天来了一些朋友 开了个party 好多酒都喝完了 就剩下啤酒了 来 你喝一口 哦 方小姐 今天怎么有空来这儿啊 不用工作吗 你的船不是在维修吗 怎么一个工人都没有啊 哦 今天那个维修工人正好有事 不过我自己可以来 对我而言一点难度都没有 我学过三到五年的机械 哼 其实这都不重要 我觉得 是上天给了我这个机会 让我跟你在这儿 这是缘分吗 对吧 你的船挺漂亮的 一定很贵的 哦 一般一般了 呃 这艘船 原先是 是我爸的 毕竟年车久了 不过在这儿算起来 还算是一艘 号号游艇吧 我已经在美国预定了一艘 比这个大一辈 高两层的号号游艇 好玩吧 凤 凤 凤小姐 你心情还好吗 我刚才看你开车 锁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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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你还有酒吗 有 当然了 我可以拿 你等一会儿 来吧 这边 你带快快快 安顶快快 快就爆炸 热泡 谢谢散ijn 你还记得 里面的女主人公 叫什么名字吗 叫 呃 叫 哎呀 管她叫什么呢 子依啊 我觉得吧 你比她漂亮多了 要是你演这个戏啊 你过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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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小姐 姿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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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我要死了 我饱人了 没事 没事 好 自己来 没事 走 没事吧 我 我 挑了 挑了这些衣服 还有这双鞋子 还有这个首饰 这个 这个 可以吗 明天的酒会比较重要 就是它 其他的全部包起来 全部 这些都是我的 是啊 我有这个 麻烦你了 帮我包起来 还有 我用车去接你 你住哪儿 不用了 我自己打车去 那也好 酒会呢很重要 松平会宣布你们结婚的事情 所以 不要吃刀 你们就这么肯定我 一定会答应结婚这件事吗 这件事让我再好好想一想 这些东西我不要了 还给你们 我也是按照秦总的意思在办事 如果你实在不愿意的话 我们可以给你一定的经济补偿 你还要的 这种 我又要打起来 几乎 你还要打起来 你们 惊喜 你还要打起来 你还要打起来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放心吧 反正不是坏人 好 谢谢你救了我的命 我该怎么谢谢你呢 好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那个 我觉得 今天是我最开心的日子 明年有酒会 你能陪我吗 好 这么愿意 一定要来啊 好了 上车吧 关上姐 关上姐 关上姐姐 关上姐 把她们这个人 可以 我们去哪家 关上姐 阿虎 上回你借给我的西装 在哪呢 还用啊 上回你不是演砸了吗 知道了 屁也砸了 拿去 你还不知道吗 出事了 出大事了 秀妍姐出大事了 秀妍姐出什么事了 秀妍姐跟一个男人 在床上被人拍照了 你知道那人是谁吗 是天马集团的总经理 大老板 他有这个房产公司 娱乐公司 这公司那公司 很有钱的 阿虎 您说的意思是 哎呀 你怎么还不明白呀 就是说秀妍姐 给一个年轻的富翁 上床了 阿虎 我跑去骗人 你把这个人 以为正常教训 说什么做人要骨气 还把我打个万死 你倒好 你居然跑去卖银 我听到这边 你秀妍姐 你就是个 我把自己 你站在这 你站在这 心情不好 在世界上 有些事情是可以做 有些事情是坚持不能做的 别烦我了 这句话都是我说的 别烦我 秀妍 我说 好了你别说了 别倒倒倒 倒倒的我都烦死了 你脑子都不乱吗 你要不乱的话 你能干出那种事情来吗 我干了什么了 秀妍 我告诉你 世界上有两种女人 一种是真结的女人 一种是不真结的女人 你现在从真结的女人 变成不真结的女人了 我怎么不真结了 我怎么不真结了 你说呀 你的事情 在网上已经传开了 什么 你跟父母上床了 你还笑 第一 我没有做不到我人的事情 第二 是那个男人 让我跟他结婚的 他有病啊 他让你跟他结婚 他是天马鸡村的老总啊 有餐饮公司 经济公司 能源公司 这公司 那公司 我都记不清了 还有娱乐公司 他是个有钱人 他干嘛要娶你啊 难道他爱上你了 他就是那么有钱啊 他说过 会给我钱的 秀妍 有钱人的话 能相信吗 比方说我是个富翁 我干嘛要娶你啊 你长得漂亮吗 秀妍 你不要一向天开了 我管他怀着什么 反正他说过了 也答应我了 一旦我们结婚 他就会给我很多很多的钱 你知道吗 用那些钱 我就可以给豆豆治病 对豆豆很重要的 你明白吗 秀妍 他们有钱人 你别说了 恭喜我吧 你不能相信 你是个疯子 你已经疯了 你怎么能相信 有钱人吧 你就那么想 加个有钱人啊 那里残库茂盛盛 动物自由自在地生活着 豆豆 你还记得我回来呀 什么事啊 豆豆刚才又吐了 豆豆 你怎么又吐了 你是不是吃错东西了 每天都是剩饭剩菜的 怎么会不吐啊 萌萌 我不吐了 别担心我 放心吧 姐姐为我吃药了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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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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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 我找你想跟你说件事你想跟我说什么我其实整件事情我都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我心里很内疚觉得很对不起你我向你道歉你不用向我道歉本来就不关你的事是我们的私事把你牵连进来了什么 没什么不是你的错你不用内疚 哈哈 没 文主 ACE 我送你去机场吧 不用了我自己可以 松平 他说他很抱歉 希律 我跟她结婚这么多年了 我了解她 她对我 永远不会说那两个字 你不用替她安慰我 可是美芝 我觉得这不是你们俩最好的选择 但她终于达到目的了 虽然那不是她最想要的 但至少可以离开我 不被那些陈年旧事所困扰了 我希望你能想开心 尽快找到自己的生活 我希望你能想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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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能处另外一个女人呢 欢迎啊 如果再婚的话 应该是你的 姐 姐 你怎么能忍啊 这可不像一个性格 我会忍吗 你看着 浩然 浩然 你今天穿得好帅啊 是吗 我平时在医院都穿白大褂 难道出来社交 也不知道该穿什么 我这样穿没有给你救人吧 哪有啊 我觉得这些男人当中 浩然你最帅了 你好多啊 浩然 跟我来 这个方案如果实行的话 前景应该不错 不错 哪来啊 浩然 你今天想喝点什么酒啊 红酒好吗 继续说这个 要投资的气候 我们这个楼盘马上就要开盘 就要开盘是吧 那你们均价大概是都是一瓶里的 浩然 你最近有没有想我 有多想呢 可能你的楼盘一开盘 就被一抢而空啊 好 金总 你先笑 我们喝一杯 肯定很不错的 对啊 我相信你的实力 真的有 秦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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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 我来了 我没事 我没事 大家放心 放心啊 找好位置 大家好 这里是临时布置的场地 布舟之处 希望大家能够谅解 很高兴 今天能够请到各位嘉宾到场 来参加这个发布会 今天主要是想对一些网上发布的 关于我个人的传闻 做出一些回应 以正式听 我会马上离婚 并且 我会马上再结婚 我魄力在公开场合 发布我的个人信息 希望能够表达 对我妻子的尊重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未来的妻子